這裡是華人正念檢壓中心 我是虎俊梅 我是亞裔君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正念練習七大原則中的 你剛才提到說 耐心的英文是patience 對不對 那我們通常在什麼時候會提到說 生活中的什麼狀況之下 我們會提到說要有耐心 你覺得 困難的時候 不舒服狀態的時候 不舒服狀態的時候 對 比如說我們生病的時候 你要有耐心治療啊 你要有耐心讓傷口愈合啊 我要有耐心讓身體的免疫力慢慢成長起來啊 耐心的英文就叫patience 它的那個形容詞叫patient 但是patient很有趣啊 patient其實在英文裡頭也是病人嘛 好巧喔 真的 對 有它的意義在 所以其實我們生病的時候 然後在面對我們自己的 不管是傷口啊 生病的歷程啊 復原的歷程啊 的這個時候其實耐心是很需要的 雖然我們常常就是受傷啊 或生病的時候就很想要 病趕快好啊 對 傷口趕快好啊 對 可是其實每個疾病的 好像在疾病過程中容易東想西想 而且是想負面的方向 對 因為我們急著想要讓這件不舒服的事情結束 或者是看看能不能用什麼事情解決掉這個身體身心的不舒服 對 另外我們會在生活中會覺得說需要有耐心的時候 大概就是要準備要改變或成長的時候 像是說學新的東西啊 學習新的技能啊 我們教學的時候啊 像很多夥伴來上正念檢壓的課程 都帶著好多滿心期待來 然後可以開始來學習很多跟自己連結的技巧 其實我覺得在學習的過程裡頭 如果我們渴望有成長曲線的話 那耐心是必要的咧 如果我會很希望一下子就一觸可擊那就很困難了 任何的學習其實到一個程度 剛開始可能你可以很開心的很簡單的 但你到一個程度你要深入的時候 耐心絕對需要 公司裡頭在產品開發 或者是親子關係 其實只要有需要成長的曲線 耐心就絕對需要 每個人學習新的東西改變的節奏不一樣 對 需要的時間不一樣 不一樣啊 不一樣 有些時候我們就是別人跟我們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你為什麼不快一點 快一點啦 就會覺得說好像對方沒有照我想要的那個速度去進行的時候 常常就會不自覺的會想要指責別人啊 對 然後就很多不愉快就會產生這樣子 確實 確實 對 當我們在講耐心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是 看到彼此的節奏跟速度 所以我很喜歡卡帕金先生他在正念療癒力書上講到 他在講到耐心的時候他是用蝴蝶來做比喻 蝴蝶在蛹裡頭你不能夠把他抓出來 你把他抓出來他就立刻死掉了 我覺得大家都有這個經驗啊 我們都會很希望一些美好的事情 好然後趕快發生 在戲棚下站久了 那個位置就是你的 那不就是在告訴我們說我們只要有耐心卡在那邊 然後我等得夠久 有耐心的話那這樣子 反正我就繼續等一直等 然後好事情就會發生在我身上 是這樣子嗎 那那麼好 我覺得沒有那麼單純耶 因為其實會不會有好事情 耐心只是其中的一個要件 而且耐心其實有些時候未必是等待 有些時候耐心裡頭有等待的元素 但他不是全部 這又牵涉到 比如說耐心它跟忍耐是一樣的嗎 我覺得不一樣 我覺得剛才提到的就是 耐心裡頭一定有等待的成分在 但是那種在等待的過程當中是怎麼樣的品質 那種是對自己跟對別人的品質是什麼樣 或者是態度是什麼樣 我覺得那個是重要的 所以在等待的過程當中是 對自己是友善的 對別人是友善的 還是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我對自己是很嚴苛的 我對別人是很嚴苛的 我覺得那個就是 這樣子 你到底好了沒 我覺得那個其實就是區分出 到底什麼是有耐心 或者只是在一個忍耐的一個狀態 然後等這件事情結束 但是自己是在一個不舒服的狀態之下 我覺得那個還是有不一樣的區別的 有差 對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澄清就是 耐心基本上它跟忍耐不一樣 對我覺得那種對於這種需要等待 需要耐心 或者是自己在沒有耐心的狀況之下 對於自己的好奇 我覺得那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忍耐這件事情基本上是相對緊繃的 我在熬過去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但是耐心不是 耐心我其實我不是在熬過去 它是在相對放鬆 一部分是相對放鬆 另外一個部分它其實是 比較給出空間 忍耐好像是我們在期待那個結果 我比較看重的是最終的那個目標跟結果 但是耐心的話是我可以在中間的 這一個歷程的過程當中 然後跟每一個歷程同在 但是不是說跟歷程同在就一定是舒服的 對沒有 你講的給出空間就表示說 我有耐心跟中間的這一些 時時刻刻的歷程同在 不管是現在很舒服 或者是講耐心通常是不舒服 誰在那邊講耐心是舒服的 就是無聊或不舒服的時候 我願意跟這樣子的moment同在 我覺得這好像跟我們提到的那個耐心有相關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們就會覺得說 好像一定要達到什麼 然後所以中間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不舒服不舒適 或者是舒服或舒適 我們就可能會去忽略 然後不去看它 然後我們最終要看到的就是我們的目標跟目的 我會覺得說耐心這件事情很多人知道需要有 但是很難 對尤其是在現在這個年代強調快速 所以會搞得大家都會跟著很矯躁 對 然後會很希望趕快就得到 趕快就得到 我覺得這一種你講的社會氛圍 文化 然後我們周邊的環境 確實也是促成 我們容易沒有耐心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確實 確實 對啊 你在你的成長的過程裡 你有體驗過那種沒有耐心的那個狀態 然後之後慢慢變得有耐心的狀態嗎 那我是身心科醫師嘛 然後我的個案來的時候當然都帶著各式各樣 心理上面或精神上面的不舒服跟痛苦 還有很多的臨床診斷 個案急病人急你以為醫生不急嗎 醫生也會急喔 醫生超急的好不好 真的嗎醫生急什麼 就是也擔心病人不會好啊 或者是一個疾病 一個康復跟一個治療的過程它需要時間的 像一個憂鬱症 即使是憂鬱症的藥物現在很有效 那它其實光是要進入到身體裡面的系統 就要兩個禮拜 要比較有明顯的效果要六到八週 六到八週是一個半月到兩個月 好難熬喔 我星期已經不好這麼久了來找你 你跟我說吃藥等一兩個月 而且據說這個藥只有對三分之一的人有效 也沒有那麼少啦 80% 80%哇塞 哇那希望感大增 但是還是要熬過那段期間 對然後整個療程還是會建議到六到九個月 我講的當然是抗憂鬱劑的這個治療上面 你知道就我們生病的時候怎麼會想說慢慢好咧 真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醫療上面有些時候 其實也會很希望說會有這樣子一個快速的緩解 或快速的進步 像我本身是一個非常急躁的人 就是當精神科醫師二十年來 我覺得我說話的速度已經比二十年前已經慢了一倍了 真的 那你要不要示範一下你以前怎麼講話 我以前講話是非常快的 這個速度實在對我來講才是太慢了 講話太慢的話會讓我覺得不太煩的 真的 都不用兩倍速自動就變兩倍速了 我後來就覺得說 欸 慢慢來 其實是比較快的 很多時候我們在急躁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太快的只是去react去反應而已 就不是用大腦去response 其實慢慢來 然後再做決定的這個過程當中 搞清楚我現在身體感覺是什麼 我腦袋在想什麼 我在急什麼 這件事情這樣子做下去 對我自己跟對別人 會是好處嗎 或者是會是傷害嗎 欸 我搞清楚可能會花一點點時間 但是我做出來的決定 或我做出來的事情的後果 不需要我在那邊擦屁股 換句話說沒有耐心急躁 它會帶來的是 躁動 而躁動下面的行動 可能是更無效的 然後但是我會很忙很忙 欸 那很慘欸 因為我很忙很忙 然後無效那我就會更生氣 我就想要更用力 然後更用力之後就更無效 是 我覺得無效就還好 現在社會上有很多層出不窮的詐騙案件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壞 但是你知道詐騙案件 它使用的心理是什麼 你現在不趕快處理 你的帳戶就會被鎖掉 或者是你現在的這樣的一個投資 你不趕快把這個錢弄進去 我要去投資的話 然後你這個機會就消失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對齁 會製造那種緊張的心情 對 我沒有時間呢 我要趕快 然後其實在這個時候 其實停下來想一想 欸 真的是這樣子 給自己多一點耐心 跟多一點時間跟空間的時候 我們能夠做比較好的判斷 但是這種沒有耐心急躁 力氣去做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除了是說無效之外 其實我覺得更多的是 可能有一些傷害的狀況 所以其實耐心這件事情 其實跟我在這個當下 我自己的真實的狀態 是怎麼樣有很大的關係 你可以多說一點嗎 這就讓我想到 小朋友在青少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家庭他們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小朋友在青少年 他的變化很大 原本可能是都很可愛啊 或者是很聽話 對 可是到了某個年紀之後 他可能會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的做法 然後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頭 當我一直要要求對方 其實我裡頭是很糟的耶 很緊繃 很擔心 很多東西豁雜在一起 對 所以那種要培育出耐心 這樣子的一個智慧 跟這樣的一個美德 其實我覺得 源頭其實就是對自己的友善 對 然後跟自己的連結 對 對自己的關注 對 然後當我們自己對自己有耐心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對別人有耐心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就是 我願意支持你 你有你的節奏往前走 對 我願意尊重你 耐心這件事情 我怎麼去培育它 我覺得正念練習 其實就是很好 培育耐心的一個部分啊 像是說 願意跟自己的身體連結啊 我相信只要有做過 靜坐練習的夥伴 大概都可以體驗到 坐下來那個念頭想法很多 然後是要覺察呼吸 但是其實一直被念頭想法給帶造 想到明天要發生的事情 未來要發生的事情 或過去發生的事情 那但是其實 在指導語裡頭都會一再提醒我們說 欸知道了沒關係 再把自己溫柔的帶回來 這一次一次的這個帶回來 不只培育了專注力 它其實很重要的 其實也是培育了耐心 有耐心反而比較快達到目標 是 有些時候 對 但是只著重目標而沒有耐心的時候 反而讓我們的效率變慢 對 對 有點這種感覺 但你剛剛在講的時候 讓我覺得說 要培養耐心 好像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是我能夠去看到 而且肯定 認可 細微的改變 嗯哼 對 耐心的練習 正念的練習 其實也是讓我們提醒自己說 哇哦大腦好喜歡到未來 我們是有能力讓自己 帶回到當下的 所以耐心的訓練真的很重要 對 耐心不是快慢的問題 也是啦 耐心是擠壓的問題 我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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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你做某些事情 或者我一直要Push我自己做某些事情 我們這樣子在討論過程裡頭 我覺得它其實不是一個核心要素 它反而會被誤解 嗯哼 假設我們把耐心等於慢 那耐心就不應該被培育的啊 因為這整個潮流就是往快的方向啊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耐心它不可以等於慢 就像耐心不等於忍耐一樣 耐心它其實不等於慢 快不等於趙啦 對快 快不一定要趙啦 快等於急趙 但是實際上急不一定等於趙 對啊所以快 急跟趙它之所以整合起來了 是那個心態 但是急跟趙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耐心就有關係 對 就像我們常常覺得急趙急趙急趙 可是實際上急跟趙 它之所以會融合在一起 是它的那個內在的狀態 對 所以很多人他很急啊 但他不一定趙 他知道事情急 但是他內在不一定趙 他一樣可以按部就班的來 那這個內在的狀態跟素質 其實就會影響很大 那我覺得耐心 它是培養一種很特殊的內在素質 而這種內在素質是 給自己空間 然後也給別人空間 對 那這個空間為什麼給得出來 因為我非常深刻的了解到 歷程 沒有歷程到不了解過 然後我也非常深刻的了解到 如果我沒有把我自己照顧好的時候 我就會讓我自己內在的狀態 一直向外投射 就是有耐心的這個狀況 跟我這個人做事情的速度是快慢 其實是並沒有太大的關聯性 我們在這集裡頭 釐清了好多觀念 有關於耐心 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 這樣子 對 那希望這些釐清對大家有幫助 我是胡俊梅 我是姚依君 這裡是華人正經檢壓中心 我們下次見 掰掰